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12月16号周五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停板复盘 今天的大盘呢 是走出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 之前的视频呢也和大家说过 下方的一个支撑呢 是在3150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今天的最低点正好是达到了3151点 然后呢指数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幅的探底回升 但是呢依旧是没有突破上方五日均线的一个压制 那么指数到底能不能够在这里形成一个V型的一个反转 我们还要看整体周末的一个消息面 因为本周的一个外围指数呢 是有一个加息的一个影响的 所以近期的一个指数呢 能够走出一个小幅的下探 已经说明走的已经是非常的强了啊 我们不能够对指数有太高的一个预期要求 那么今天的一个指数呢 是探底到了3150 能不能够守得住 依旧要看资金面的一个情绪 今天的一个北向资金呢 是再次流入了40多个亿 而我们场内的一个资金呢 也是小幅的流出了74个亿 这里的一个尾盘资金呢 不管是北向还是场内 都有一个抢筹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3150点的一个位置 和大家说 这里的支撑呢也是非常强的 那么经过了上次的3226点的一个新高以后呢 指数已经连续的调整了 1234567 7天的一个时间 那么短期再接着震荡以后呢 将大概率将突破上方的一个 5日核实均线的一个压制 那么近期大家能够明显的能够看到啊 近期的指数呢 连续的下挫的市场的情绪呢 也是非常差 这也说明了近期的整体的乍板率也是非常高 操作难度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指数没有走出上攻行情的时候 市场的情绪呢 依旧是一到两天的一个行情 近期也和大家说了啊 那么盘东呢也有朋友问 那么近期的轮动是非常快的 基本上呢 一到两天的一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那么很多的一个前期的一个龙头呢 反弹呢 也就一到两天的一个时间 不管是我们近期操作的 像建业达啊 天鹅啊 包括今天上车的一个中交 都是一到两天 一板以后基本上第二个板呢 基本上都是要炸的 那么这也说明近期指数呢 依旧没有引起市场的一个上攻的一个情绪 资金的一个接力呢 也是非常的一个薄弱的啊 市场的心态呢 也是非常的不稳健 那么在今天的涨地板复盘之前 还是先看我们昨天文章 对于大盘的一个点评 首先周四呢 是不出意料 还是小幅震荡的一天 炸完率呢 非常的高 指数呢 有权重护盘 标记的差也很大 一要呢 依旧在板块内出现了高低切换的一个轮动 其他的板块呢 也开始有反攻的一个迹象 多点开花 只说才有机会突破五对军线的一个压制 下方的3150点还是要探一下 才能微型反攻 今天呢 正好是达到了一个3151.20线 对应的一个支撑位 那么周四呢 我们是下车了一个九安 小亏认输下车 三天不兴高的铁率一定要遵守 上车的天鹅和建业达 各两成的一个仓位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只标的 首先昨天下车九安的时候呢 有些朋友呢 可能不是很理解啊 那么为什么我们九安要选择下车 还是由于三天没有创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么昨天有朋友问了啊 虽然说是三天没有新高 但是下方的二十线已经起稳了 而且上方是有明显的一个缺口的 那么短期来说呢 应该是要回补的 但是今天的一个九安医疗 是再次跌破了五日均线的一个支撑位啊 而且上方的缺口呢 也是没有回补 再次收出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十字心 那么再次啊 这里呢就再次会有一个变盘的一个信号了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三天不创新高 必须让大家下车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不做任何的一个幻想 一旦三天不新高 说明市场的人气逐步开始减弱啊 那么再看今天的一个建业达 建业达昨天呢 也是经历了一把盘中富贵啊 我们50左右的一个成本 那么拉高到昨天的一个涨停满呢 大概有十几个点的一个引力空间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是直接的一个跌停满开盘 昨天明显的是有资金做了一个杂盘啊 那么买一昨天的一个大单 在这里拉入了两波以后啊 有了这个获利的一个空间 大概呢 也是从这里到这里 大概有个十几个点的一个引力空间以后 资金呢 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杂盘的一个迹象 那么昨天刚上车是没有办法下车的 结果今天呢 是直接的一个地板开盘 那么昨天没有走完的话呢 今天主力呢 也是直接以封板的方式 直接给砸停了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 是有资金去做撬板的 那么当时在这里也和大家说了 如果建业达能够达到50以上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下车啊 这只只要地停满 只要不亏 我们就可以直接考虑下车 但是盘中一度的一个撬板 这里出现撬板 这里再撬板 这里再撬板 连续的一个撬板 到这里的为止啊 最高呢 是达到了一个49块3毛多啊 今天的一个最高点呢 是在49块6毛9 那么就是差了一个3毛钱啊 就仅仅是因为差了这3毛钱 没有达到50以上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呢 一直呢 也是没有选择下车 那么最终到尾盘啊 到尾盘实在是没有机会了 大概是在2点40多分 也在盘中和大家说了啊 建业达没有办法 一定要选择下车了 为什么 第一点 今天的一个建业达是属于跌停的 之前我和大家说过 如果说在上攻的过程当中出现跌停 我们一定要去选择下车 这是第一点 跌停一定要下车 第二点 今天的建业达跌停位置以后 没有站上20线 没有站上5线 刚开始突破的时候呢 是一个强势的上攻突破形态 直接的一个20线 直接是突破了的 那么包括上方在拉高的时候呢 也是站在20均线的一个上方 阻力明显做防守 但是20线一旦跌破以后 一定要去选择下车 不要有任何的一个幻想 今天的20线 5日线 包括今天的一个跌停板 这三个理由已经明显的说明 这一支标的是由主力做连续的一个抛售 所以今天呢 也是直接选择了一个下车 尤其是坚持到尾盘以后啊 那么下完车以后 封单呢 是再次形成了一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封单 那么最终呢 也是一直没有打开的 那么为什么要下车这支标的 因为今天我们上车了一个中交地产 上车的中交地产 加上一个天鹅 再加上一个敬业达 我们目前每支两成的一个仓位 总共是六成的一个仓位 而我们目前整体的六位战法呢 是要把仓位控制在五成仓位以下 所以呢 一定要选择一支走势较弱的标的 要去选择下车 所以呢 只能无奈的小亏 下车了敬业达啊 那么另外一支呢 就是一个天鹅 天鹅今天呢 是没有选择下车的啊 原因呢 我们目前下车了敬业达以后呢 天鹅是有两成的仓位 加上中交两成的仓位 一共四成的仓位 是符合我们目前整体仓位控制的 那么天鹅目前的一个走势 昨天虽然说是出现了一个打压 但是今天呢 依旧是走在三十字均线的支撑上方 那么天鹅的这一支标的 下方的一个强力支撑呢 是在三十字均线附近的一个位置 上一波的一个拉伸呢 也是在三十字线 所以只要三十字线没有跌破 我们依旧是可以去等的 但是如果一旦三十字线破位 这一支标的的走势再次走坏 我们同样也要选择下车 而且今天是上车了以后 第一天没有创进击的一个新高 所以这支标的呢 我们选择再继续持有两天 如果三十字线位置不破 第一点满足三十字线位置不破 第二点啊 连续的一个两天的一个时间啊 如果说接下来的一个两天 没有能够突破近期的一个高点 二十九点三五的话 这支标的同样也是要选择下车啊 那么所以呢 我们再给他两天的一个时间 第一要不破三十字线 第二两天的时间 一定要突破上方的一个新高 突破我们就留 不能够突破呢 我们同样要选择下车啊 那么为什么今天会上车 宗教地产 我们接下来呢 再看下面的一个文章 周四呢 我们一共是选择到了九家标的 分别是五版的格力啊 四版的鲜饮食 三版的大连 二版的一个大港 包括首版的有宗教地产 中国一药 第一药 人民网 加上主义集团 一共是这五支标的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近期的一个风格呢 还是以前期的一个人气龙头的 首版为主 所以适合上车的呢 是只有两家 一个是中国医药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宗教地产 一个是近期的房地产龙头 一个是接力的医药龙头 那么天鹅和建业达呢 都是不及一期 如果有拉升 8到5个15 8到15个点的空间 是可以下车的 周五呢 准备继续上行车 优化组合 总仓位呢 是控制在五成仓位以下 那么我们选择到了两支标的 一个是宗教地产 一个是中国医药 这两支标的都是近期的一个龙头 但是今天的一个中国医药 是没有给任何上车机会的 原因是什么 近期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经常呢 也是看到这个龙虎榜 那么龙虎榜的一个中国医药 昨天方兴侠呢 是再次进入了一个9000多万 进入了9000多万以后呢 大家明显的能够看到 今天呢 是赤都市直接的一个移植 直接进行了一个封板 为什么看到了方兴侠买入以后呢 就没有再想再买入了 从大家近期的一个操作 不管是从这个中游资本啊 中游资本当时的这一波打压啊 这一天呢 是由方兴侠去进场的 进场以后呢 那么也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一个拉伸 拉伸完了以后 这里的一个跌停板 是再次是由方兴侠打压的啊 那么这一次方兴侠打压了以后 之前的一个众生药业啊 众生药业这一波呢 也是有这个方兴侠去参与的 所以每一次有方兴侠去参与的 这些标的呢 基本上在后期 如果说有过多的一个资金去跟风的话 基本上呢 都是要被合的 所以今天的一个中国医药 昨天看到了有方兴侠出入以后呢 也是没有了一个买入的一个欲望 而且今天呢 也是不出所望的 今天呢 直接的封住了早盘的一个移植 没有给任何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一支标的 如果你要再去上的话 那么后期呢 可能还是要被方兴侠 再被核按钮的 所以这支标的呢 今天呢 也是直接过了 那么转而呢 就去上了这个宗教地产 为什么去上宗教地产 第一大家都知道 宗教地产 经常我的老粉看视频的时候呢 在这一波里面的时候 大概是从这里 当时呢 一直和大家说 宗教地产的一个持股集中度 是非常集中的 那么在这里呢 也有朋友上了 上了以后呢 也有非常丰厚的一个获利 那么当时再上了以后呢 那么在这一波的时候呢 是再起的啊 那么宗教地产呢 我们关注的时间 也是非常长了 大概是从今年的一个三月份 一直观察到目前的一个时间 包括这里的一个宗教地产 再连板呢 也是有去关注的 那么这里的一个宗教地产 再次受到二师均线的一个守护以后呢 那么首版以后 我们也是再次选择了一个上车 宗教地产找盘的时候 也就和大家说了啊 在这里直接选择了一个上车 刚开始呢 是挂单没有成交的 后来打压下来以后呢 就选择了一个成交 成交了以后 那么再次震荡上攻啊 并且呢 也是封住了涨停 当时这里的封单呢 大概也是有五个多亿 那么当时呢 是以为稳了啊 结果呢 还是出现了一个乍板的一个情况 宗教地产在这里 再次乍板以后 再次没有封涨停成功 那么全天和维持横盘震荡 是依旧有盈利的 那么在到这里 基本上呢 盈利是可以和静业达 就互相抵消的 但是在这里呢 结果到尾盘以后呢 也是只收到了一个成本家附近啊 基本上这个 找盘的一个盈利呢 是再次经历了一个盘中的一个富贵 那么宗教地产呢 依旧是属于房地产板块 前期的一个龙头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也是有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啊 在找盘的时候呢 也和这个大家看了一下 那么像这个宗教地产呢 也是属于这个房地产板块 第二呢 房地产板块呢 依旧是国家目前支持 维护稳定的一个板块 所以在找盘呢 也是选择了 宗教地产 这一支标的去上车 但是没想到呢 还是有资金啊 走的是非常的快的 那么昨天是刚涨停 在这里呢 进了不少的一个资金 那么在今天呢 啊 有了一定的一个盈利以后呢 是再次选择了下车 基本上目前 只要有8到15个点 左右的一个盈利空间 资金呢 都会选择下车 因为目前的一个行情呢 还是受到了指数的一个压制 那么指数在五日和市均线以下呢 那么整体的一个市场承接力 以及拉升的幅度呢 都不会太高啊 那么上车了中交以后 目前是中交两成 加上天鹅两成 一共是四成的一个仓位啊 同样呢 也是两支标的 那么整体的一个周四的北向 是留住了49 和今天留住的差不多 都是40多亿 场内呢 今天呢 是啊 也是昨天是留住了39 北向进场的幅度呢 也是逐渐加大 是一件好事 如果周五可以探导3150 再开地上攻 那么中期的趋势呢 依旧是上攻为主 那么突破了五日均线的压制呢 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周五呢 我们也观察3150的一个支撑力度 今天呢 也是再次走强了啊 最低呢 打到315一点 那么是再次走强了 也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下周指数能不能够突破 五日均线的一个压制啊 那么六维战法的评分呢 是4.6分 对五层以下的一个仓位 这也是今天必须要下车 椅子标的身体仓位 控制在五层仓位下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复盘啊 今天的涨停板加霜呢 依旧是只有40多家 所以近期呢 还是老实一点 手板的话呢 基本上市场的成年力度 也没有像前期那么的高了 那么还是受到了市场的情绪 以及指数均线的一个压制 我们还是一直一直的来选啊 看一下能不能够找到 近期的一个龙头 是不是还适不适合去上车 今天的一个亨迪 是再次创下了这个 应该是历史的一个新高啊 那么一奥呢 依旧是有行情的 但是这里的行情呢 是有板块的一个轮动 比如说今天的一个仪领啊 像华生啊 包括前期的一些走的不错的 就不行了 但是像众生呢 是再次有资金去做了一个介入 包括这个多瑞一奥啊 连续的一个拉伸 近期的一个走势呢 也是非常的强 那么周四呢 是拉到了9个多点 今天呢 是再次拉伸到了15个点 那么像这种标的呢 基本上都是流通盘比较小的 大概是2000多万 那么像这种连续的一个拉伸呢 反而不会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亚本化学 苏太神 杰恩啊 这里呢 都是和这个医药医疗相关的一些概念 说明医药的行情呢 依旧是市场的一个主线 但是呢会出现高低位切换的一个轮动 飞马龙泉啊 手板 暂时呢 我们暂时就螺心啊 都是和医药相关的一些概念 那么像医药啊 今天走的还是算比较强的 但是呢 像这个众生还是封板的 但是像以领啊 华生啊 之前的一些标记呢 反而不行了啊 这里脆微 脆微呢 走的是这个数字经济啊 之前呢也和这张箭头 是有过一波拉伸的啊 像这一波拉伸的过程当中 是在今年的过年的一个时间啊 大概这一波走的和战略箭头 同一波起来的 但是后来呢 由于这个战略箭头是连续的走强 但是呢 脆微整体就走的就比较弱了 尖锋这里的诺邦是三板 三板呢 我们先加入啊 三板我们看一下 它涉及的呢 是一个个户用品啊 那么整体呢 还不属于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主流 那么全聚得 这一天呢 是形成了一个反包的 昨天是跌了七个多点 今天呢 是再次反包涨停了 那么这一支标的呢 也把它加到今天的资源当中来啊 像这一种涨停 再打压 再涨停啊 两阳夹一阴 但是这根阴线呢 是没有吃掉的啊 所以呢 也把它反包形成的一个涨停 我们也把它加到这些当中来 中国一二 那么今天呢 是在资金的一个合力下呢 是再次有7.6亿的一个风单 但是这种标的 一旦有方新侠介入以后呢 我就不愿意大家再去追了啊 那么可能你当天上车 他当天呢 就要就要把它给按下来啊 我们先加到这种当中 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啊 我们先加一下 贵广西安饮食 目前呢 也是再次进击成功了 一二三四五 五版的一个高位了 已经不适合再去追了啊 力生之药 也依旧是医药 安纳尔 也是目前昨天打压的幅度比较多的 那么今天呢 是再次的一个手版 像这种标的呢 大家啊 尽可能的关注一下就好 因为它涉及的一个概念呢 也是涉及到这个服装家坊啊 我们黑芝麻 黑芝麻呢 今天也是再次反包啊 形成了一个涨停 也加到这些当中来 那么涨停的都是近期热度比较高的一些标的 隔离地产呢 是再次进击成功 那么隔离地产呢 是成为了这一波的一个主力的一个龙头 那么房地产板块呢 也是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 目前呢 也是走到了一个六版 依旧有15.2厘的一个风单 那么中交呢 作为房地产的一个前提龙头 包括中国五一依旧有市场的一个热度 所以呢 我们还是继续留在车上 再等一等啊 美诺华 环球恒大 恒大高新啊 目前呢 也是一个二版 生意宝 核化 林康啊 依旧是一奥 但是呢 走的并不是那么的强了 那么前期呢 这里呢 是形成了一个双顶的啊 结果今天呢 是再次做了一个突破 有2.6亿的一个风单 也把它加到自选当中 众生 今天呢 也有3.8亿的一个资金去炒作啊 之前的一个以领历史新高了以后呢 那么直接切换到了一个众生啊 包括这里呢 切换到了一个新华 如意集团也是在创近期的一个新高 也加到自选当中来 但是目前的位置 相信来说呢 都是比较高了 所以近期呢 可能不会再去选上新车了 因为上一只 咋一只 上一只 大一只 确实说明市场的情绪呢 并不是很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整体的仓位呢 依旧是控制在5升以下啊 耐心的等一等市场 还能不能够突破5的均线的一个压制 这个时候市场的情绪转暖了 那么大家的信心也高了 这个时候再去做的话呢 整体的一个 这个难以程度呢 将会简单很多啊 我们的节奏往下看 昂利教育 苏州高薪啊 东宝拓薪啊 拓薪呢 也是300的 没有涨停了 9点之要 今天的医药呢 也是高地位的一个切换 那么今天呢 一共是选择到9家标的 如意的位置比较高了 众生呢 也是目前的一个手板 新华的位置比较高 加上格力也比较高 那么这个黑芝麻是反攻 适合上车的呢 一个是众生啊 那么这里的三板 全聚德呢 也是一个反包 全聚德呢 也算一只 中过一二啊 就有方星侠 暂时就不上了 那么西安饮食位置也比较高 安耐啊 目前不是主流 黑芝麻呢 也是一个反包 那么如果去选择上车的话呢 一共是有三只 一个是全聚德 一个是黑芝麻 加上一个众生 那么众生目前啊 整体的一个位置呢 相对来说 从整体的一个趋势看呢 今天是刚占上二十 现在并不是很高 但是你不知道 这里的一个资金 一旦拉到了上方的 一个前级平台 将会遇到很强的一个阻力 那么上方的一个 三十八三十九的一个位置呢 是上方的一个 高压的一个平台 很多的一个套路盘呢 都在这里选择了一个被套啊 所以众生呢 我们暂时呢 也是暂时呢 先不选择去上了 那么一个中交 一个天鹅呢 两层的一个仓位 我们等待只做突破五日均线以后 我们再逐步的把仓位给提高上去啊 那么黑芝麻呢 也是目前的一个反包 也是属于这个休闲食品 但是目前的一个位置呢 也是三百以上的 达到五日均线的一个位置 那么全聚德呢 那么整体的一个热度呢 并不是很高 所以近期的话呢 可能不会打算再去上新车了 那么车上呢 能看中交以及天鹅 这两只标的 能不能够啊 正常的能够走出 有八到十五个点的一个盈利空间 最起码有了一定的赚钱效应 那么这个时候呢 整体的一个市场上车的意愿呢 才会比较强 所以在周日 我们具体分一下这几只标的 以及周末的消息 看如何去发酵啊 那么今天的一个涨地板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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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